靠聲響起 敲響鑼鼓良辰及時道由總統蔡英文 請記主持點燈儀式 2022年台灣燈會主燈 奉彩飛舞燈亮 從台灣開始亮起 緊接著台灣地勢展翅跟著亮起 五彩繽紛的光影投射 搭配雲般的煙霧 營造出耀眼光芒 地掌首結合書法藝術 將草蘇的鳳字 融入台灣和地質造型 以視覺元素重組立體呈現 現場伴隨著音樂聲 讓主燈鳳彩飛舞 彷彿有了神明力 蠻酷的 很特別 那鳳凰那個鳳三的精神嘛 對不對 鳳凰展翅 高雄起飛嘛 對不對 元宵節閃花燈 2022年的台灣燈會在高雄 今年因疫情是否將燈會 規劃為莊主場 其中為五營燈區 十公頃的場地中規劃了五大燈區 結合傳統花燈 融入創意科技的新元素 更多了互動感 現場有可愛 賣萌的老虎花燈 還有威猛的虎燈 相當應景 還有民眾特替Cosplay 提著燈籠逛燈會 我是台南來的 然後他是 高雄 對 我做這張打扮 是為了要找尋我的小倩 對 找到 沒找到小倩之前 我是不會回台南的 遊客精心打扮 也意外成了燈會亮點 讓不少民眾上前合影 而燈會中 呈現各式造型的花燈 在光束變化和音樂聲充 希望透過燈會聚光台灣 讓高雄發光 TB的新聞 林邦劉璇 SV小組 高雄報導 因為 武事人 悠久的 早 HELP 他 何